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食之旅 今天就和大家去川州过省 去看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物和小食 我们现在开始了 这个游戏是一些古食物和古地方名的游戏 请大家准备好一张纸和一支笔 就有助于更好地参与游戏里玩 以及可以互动一下 我们一起吧 你们可以去拿一支笔和一支笔 好,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花城的清浴 来看看照片 好美, 色彩很丰富 你看, 蓝天白云 还有一些花在上面 这里是一个高速公路 这个城市有很多花 连高速公路上也有花 嗯, 塞车的时候 人们就看窗外 嗯, 花只开得很灿烂 心情也漂亮一点, 塞车也不用怕 好, 我们来到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又是白花齐放 你看, 盼地也开满着什么花 大家知不知道这种花 嗯, 还有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在古建筑前面 又是开满着满圆的花 有很多颜色 你看, 有粉红色 又是橙色 又是黄色 那大家, 想问大家 喜欢什么花呢 如果想到喜欢什么花 可以写下一张纸 喜欢什么花 白盒花 红色的玫瑰 还有山茶花 还有其他什么特别的花呢 好, 我们来到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就有一个男一个女 在演粵剧 这个地方都很著名粵剧 是粵剧的 粵剧有哪几种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 著名粵剧是非常难忘的呢 例如 梁山白与竹金台 例如 黄超军出赛 例如 还有什么呢 例如 继续花 嗯 如果想起一个 比较喜欢的粵剧 都可以直接写下 在一张纸里 好了 我们差不多要开股了 这个到底是来到什么地方 这里呢 又是花城 又很著名 又是粤剧 这个地方还很流行喝茶 来看看地图 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南边 就在鸡肚皮上面 看看 红色这块地方 好 这里是什么地方 3 2 1 我们开股 好 好 就是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有什么出名呢 他饮茶很出名 既然出名 我们就来猜猜 一个点心 大家都应该吃过 如果又去开饮茶的朋友 他这个点心也挺有趣的 他就是新果黄色的衣 就是 他的皮是黄黄色的 肚子里面包着很肥美的 很漂亮的馅 还有就是 他安坐竹笼中 就是放在蒸笼里面 直接放进去 一蒸熟 新鲜出炉 他身材很小 粒粒 但是他味道很好吃 是什么呢 首先再来看一次题目 它是黄色的外表 上面会包些馅 会放在蒸笼里面 蒸 虽然小粒粒 但是味道也很不错 嗯 是一个点心 来看一看图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呢 没错了 登登登登登 就是干蒸烧米 其实是一中两件的其中一个 干蒸虾饺 还有很多其他的烧米点心 除了这个一味之外 还有有什么比较尽意的点心 可以写下一张纸 下次的饮茶记得点心 我们刚才吃了点心,我们还未够 还有下一个食物,我们猜猜 颜色白白,像冰白,薄得像纸薄,卷在一起 油光闪亮的意思是很闪亮 吃之前它会倒酥油油上去,加些味道就非常好吃 它又香又滑,说到都流口水了 大家猜到没有? 它通常喝茶的地方或早试都会很受欢迎 很多人会点 它有很多口味,你又可以放很多不同种类的馅 比如虾,牛肉,猪肉,鸡蛋,沙角都可以 看看这幅图 啊,是不是很熟悉呢? 对于我来说很有家乡的味道 这个是什么呢?是两个字的,很简单 它上面就是淋了醬油的了 这个食物是由大米的米磨成漿 然后它就会放到布或秋色的桂桶里面 它倒上去就可以蒸了 没错了,就是腸粉 腸粉还要配碗粥 还有什么粥呢? 皮蛋绥粥,夹底粥,你们喜欢吃什么粥呢? 好,我们吃完了两道食物了 我们来个甜品吧 这个甜品也是很有特色的 非常传统的甜品 嗯,是什么呢? 它白白又滑滑 又白又滑 甜中带一点辣 甜里面带一点辣 什么是辣的呢? 加辣椒下去? 不是 还有它就是碰撞出美味 就是说两样东西碰撞在一起 就是说只要两样东西在里面 那就是很好 它是养颜 就是说可以帮我们保持漂亮的样子 还有就是又暖胃 最重要是有好味 那是什么呢? 是甜品来的 嗯,想想想 白白又滑滑 甜中带点辣 什么是辣的呢? 碰撞出美味 养颜又暖胃 冬天那天吃都是很暖身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图了 好,嗯,很熟悉 如果认识这一味甜品的朋友 就写下它 写下答案 我们待会公布一下 它就好像一碗奶 大家吃过没有? 吃过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旁边放着一些黄色的物体 这些是姜 因为它说甜中大一些辣 想到没有?三个字 写下吧,写下吧 它有另外一个姐妹 她叫伤皮奶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就可以点伤皮奶 如果那天有些 適合一些冬的 又想暖胃的 就点这个食物 就是 开股 薑壮奶 大家试过没有? 没试过朋友 疫情过了可以去试一下 它的味道有点像豆腐花 加了一些姜汁 好了,我们刚才去了广州 我们又去另外一个地方 广州来哪里近呢? 嗯? 嗯? 我们向哪里走呢? 我们就搭大巴 或者搭船 都可以去到的 这个地方 不用一天就能去到的 半天就能去到的 这个地方非常繁荣热闹 嗯? 你看看有很多的士 你看看有很多店铺 有很多食肆 真是 非常热闹 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说它是购物天堂 又很多人都说它是美食天堂 我们稍后看看有什么特别的美食 还有呢 有些人呢 80年代的时候 就说它是亚洲五小龙 证明它发展得很快 好,我们来看看 它是在哪里呢? 你看看 你看看地图 就是很多个 小岛组成的 很多个岛 好 还有它上面好像画着一朵花 这朵花就是紫荆花 嗯? 好 如果知道大门的朋友 这里是哪里呢? 就把它写下一张纸 只剩下两个字 很熟悉的 好 3,2,1 我们开估 没错 就是香港 我们来到香港 当然要吃它的街头小食 我们来到第一档 就是 猜一个小食 你暂时都不记得它是什么食物 你就看看它的样子 它的样子 就金黄金黄 好像一个小蜂窝 那么 鸡蛋味 闻下去 鸡蛋味很香 还有它的形状 就像小泡泡 就是一些泡泡 就是脏糊糊 就是脏糊糊 圆糊糊 吃下去香又脆 脏糊糊 脏糊糊 圆糊糊 不知道大家吃过了吗? 这个也算是新潮的食物 三个字 大家试试 它的成份 主要是用鸡蛋 淡奶和面粉 做成一个糊 倒在一个煎厅上面 就会压缩出来 糊糊味 三个字 有点像金黄金黄的小蜂窝 很香的鸡蛋味 看起来就像小泡泡 像小泡泡泡 它吃下去又香又脆 三个字 估计到的朋友 就可以把它写在一张纸上 等一会儿就开鼓了 嗯,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看图 是否呢 我形容得有没有错 你看看它是否有少少像蜂窝的形状 它还圆绿绿 像一排鸡蛋 它是街头小熟 你买了一块 它就装在纸袋上 你可以拿着一边吃一边走 一边走 它是什么呢 3,2,1 我们开股 登登登登登 鸡蛋仔 吃过鸡蛋仔 现在还有一种很新潮的吃法 就是鸡蛋仔 然后它上面就会放一些雪糕 在上面 成了另外一个食物 雪糕鸡蛋仔 现在鸡蛋仔 现在鸡蛋仔 在多伦多都可以卖 那 遲些如果你想吃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买到 我们吃下一档 走到下一档 就是一间茶餐厅 或者是面包店 它是一种面包 看上去是新披黄金甲 意思是面头那一层是金黄金黄的 很脆皮的 很漂亮的 它中间夹着一个牛油块 嗯 脆皮 就像菠萝 嗯 但里面就没有菠萝 一试就很难忘 这种面包 是在香港发明 之后 很多地方 都会 就开始做这个食物了 开始又卖这个食物 那去到茶餐厅呢 那呢 还有再叫一碗 一杯 就 非常之完美 那 大家去到茶餐厅 你们会喜欢点什么东西呢 香港呢 有很多特色的饮品 比如 领茶领物 领水 还有 鸳鸯 港式奶茶 咖啡 有很多的 好了 这种呢 就是一种面包 脆皮 像菠萝 嗯 嗯 看看图 嗯 是不是很熟悉呢 看过图就知道它的味道 这种食物 有三个字 因为它看上去像菠萝 所以人家就叫它菠萝包 菠萝包 菠萝包 还有呢 它因为 中间呢 就塞了一块 牛油 黄油 进去 那么呢 就会叫它 三个字 写下 识的朋友就 没错了 就是菠萝油 这些呢 都是香港的 去到茶餐厅 就很高人气必点的 做食 早餐 嗯 这些是很常见的 那么 大家还有没有联想到 嗯 香港其他 一些特色的小食呢 有的话呢 那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又可以写下一张纸 那么下次呢 就会记得去吃它 嗯 嗯 嗯 那么呢 今次呢 的行程呢 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没有 大饱眼福 眼睛吃得很饱 那么呢 那么呢 那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参与哦 很高兴 嗯 嗯 嗯